中文投资网 一个赚钱的网站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好 欢迎收看CIIX每周华尔街 由中文投资网和凤凰卫视独家冠名播出 我是主持人Nanel 一样我们利用短短两分钟时间 带大家快速扫描 本周美股三大股指的重要走势 首先时间来到周一 本周一主要就是黑色星期五之后的一个行情周 黑色星期五感恩节过后 美国一些消费性产品的股价表现都不错 包括像是梅西百货 Macy's还有Gap都是上涨的状态 特别是Amazon在当天也上涨了0.7个百分点 大家分析师也预估 Amazon今年整体的这个应收表现 在黑色星期五呢 比去年同比了增长的17个百分点 表现非常的亮眼 那时间来到周二 周二呢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消息 一个来自政治面 另外一个就是来自于国会 国会呢参议员他们首度通过了税改法案提出了一个草案 在周二首度通过 因此呢让市场整个非常受到振奋而大涨 主要就是因为在通过当中将会永久性的降低了企业税 对市场是利好 因此股价大涨 不过在周二的同时呢 朝鲜也发射了导弹到日本附近的海域 这是朝鲜在九月中以来首度的试射导弹 让市场的恐慌情绪一度上涨 索性没有造成非常重大的影响 时间来到周三 其实周三道琼斯指数呢 又创下了历史新高一路大涨 不过在周三科技股呢是相对的大跌 纳萨克大跌了1.3个百分点 特别是主要的蓝筹股FANG呢 统统大跌的幅度非常之高 其实呢市场分析是认为 周三在科技股的大跌 是一个市场板块的一个正常的轮转 金融股涨科技股跌 大家不需要过度的恐慌 这是一个正常的调整 时间来到周四呢 又是税改的一个重大消息 非常重要对于税改委员会 占有重要角色的参议员麦肯呢 他首度支持这个共和党的税改法案 也因此呢外界预估在周四的这个国会的投票当中 税改法案应该会通过 未来呢市场这整个上涨的这个信心呢 持续的在增加 以上就是本周的美股中央消息 下周我们继续为您整理回顾 待会第二单元非常精彩 不要走开 好的马上来到大家最喜欢的第二单元 美股网红达人 我是主持人Nanel 在我旁边呢是大家也一样非常喜欢的老师 安120 为什么我叫他安120呢 我们现在马上来看一下 本周分析师五位分析师的龙虎榜 大家都知道为什么 Jason安变成安120 我们下周分析师五位分析师 好的刚看完了五位分析师 本周非常精彩的表现 这礼拜呢 其他老师们的这个获利 稍微有一点点的波动 不过呢有一个人呢 还是一样稳稳的冲向前 就是Jason安120 120的原因就是他的获利呢 刚刚大家看到120% 稳稳的守住在冠军位置 已经连续三个月了 老师发表感言 这都是市场 市场遭遇的机会 那魏王老师怎么回应 也是市场遭遇的机会 这个你真的不简单 本来50 80 100 现在又120 你根本不管美股奖点 你就是一直转呢 闭着眼睛一直转 这当中好像还是得把握大盘的节奏吧 是 因为这个星期我们操作了一单 同样的一个票 然后第一天早晨把它卖掉 第二天再把它买回来 然后这当中呢 有10%的一个收益率的影响 如果我不这样操作的话呢 那本周的话我可能会 比目前的收益率低10%左右 所以说还是对大盘 一个研读的过程吧 然后呢 在相对的高点 把这个仓位减掉 转天呢 在低位再接回来 第二的话呢 保持我这个收益率不动 像其他的几位老师呢 可能就是受到这个波动率的影响 所以这个本周的收益率可能有所萎缩 是 所以Jason老师本周本来是应该是赔10% 但是你要用巧手 把他这个局势扭转过来 从赔10%变成用带领缩的会员朋友 就赚了10% 是 怎么这么会赚 就是跑得快 下手的快 然后也跑得快 转的快 什么都快 那接下来的这个布局 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到年底 然后还有一系列税改的这个影响 Jason老师就这个整体的大仓位会调整吗 还是不变 然后继续发掘新的这些机会 从目前的市场上来看的话呢 最近受税改的影响比较重 那么指数的上扬过程比较猛烈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 反而我倒是有一种危机感 所以呢 我仓位一般的就先不动了 然后随时准备呢 开始有在仓位当中配置反向产品的一种想法了 对这当中要还是要观察指数能够运行到什么位置上 有一些迹象给我 有一些信号给我 是 那这礼拜会员朋友有没有大家分享 跟着你赚到钱 有没有大家有没有一些反馈 呃 这星期有一点就是大家没跟上 大家没跟上 因为这个票的话呢 我们一直在跟踪 一直在买 呃 买了以后的话呢 呃 买的时候大家不敢买 然后那天我卖的时候呢 大家也有点不太敢卖 不舍得卖 因为赚钱了嘛 不舍得卖 是 如果转天呢 被打下去了可能四毛钱吧 然后呢 我们在第一位呢 呃 有反弹 起稳迹象的时候 我们又接回了 所以说这当中呢 可能 呃 大概有一千块钱的一个落差吧 是 我们很多会员没跟上 呃 没跟上的话呢 呃 慢慢的磨练吧 在我们这个YP的实盘平台当中 是 呃 有一个这么一个过程 是 因为这边也想要跟大家分享 我们从8月9月开始 很多新加入的朋友 非常多 那我们希望 Jason老师 其实真的是20年的 这个美股的 这个在股票市场的功利啊 真的是非常的深厚 那如果大家就是有时候想 跟着Jason老师赚钱 就相信他 相信我们Jason安 安120会带着你们 在2018年变成安1000哦 他的1000回报率 大家也可以跟着他走 所以有时候他在买 卖的这个过程中 大家如果真的要跟 那就是紧紧跟着 是 是 Jason老师也是这样 你也是用这招 紧紧的把 Will老师甩在后面 哈哈哈哈 Will老师生气了 我们这样讲 事情 事情都有轮回 我想 呃 那个 也没准哪一天 啊 我这个 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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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会有变化 哈哈 是 不会 不会 这个非常稳 好的 那我们就是 每一周 安老师都会 就是在每周华间 跟大家分享 就是这礼拜的一个总结 同时每天 也会在我们售盘直播室 就是希望所有会员朋友 还有对美国兴趣的朋友 成为我们安老师的信徒 跟着安老师一起赚钱 谢谢 我们等一下要欢迎 Brenn老师 对你恨得牙痒 Brenn老师 好 谢谢JC老师 拜拜 拜拜 ChineseFN.com 中文投资网 一个赚钱的网站 Brenn哥分析师 Brenn老师 要跟我们讲一下 本周现在是 在获利20% 的这个位置 其实你一直以来 都非常的稳定 但JC老师 太可恶了 对 太可恶了 这个 而且最可恶的是什么呢 这个周 他竟然 我买了和我一样的股票 我们买了同样的股票 那你怎么 你没有动 他动了 然后我只买了 他是买的我 好像是有十倍 往上的那个仓位 他把所有的钱 都买了那一只股票 所以说即便我赚钱的话 我也赚不过他 太可恶了 怎么会这样 这个老姜 对 然后还是这个问题 就是难得有一个股票 我们同时都能看到 觉得都会有上涨的机会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还是配合 JC老师的勇气 他敢把自己的 所有的重仓 都去买这一只股票 然后我就不太敢 所以我还是仓位 有一点点的分散 还是这样 所以其实你们俩的眼光 一样的好 只是他更为大胆 对 那Brenn老师 因为有偶像包袱 所以进场的 那个幅度比较小一点 赚的比较少 但这没有关系 不减你们两个一样 其实实力都非常坚强 不行 还是有差距 JC老师呢 追起来还是有难度 但是 昨天 Brenn老师也打气 说你不要放弃啊 就继续追赶他 是 我也没有放弃 还在努力的过程当中 是 所以现在所有老师 一致要达到目标 就是Jason and 120 对 是 那Brenn老师 刚刚因为Jason老师 其实很匆忙 我们结束了这个谈话 他其实不排除 接下来还会做一些 相反性仓位 是不是已经嗅到一些 市场会有不同的一种味道 要转向的一些讯号出现 对 我估计下个周呢 我的账户应该会有一个增值啊 因为今天 我已经提前做了一些 相反性的操作了 在今天大盘 我们看到这个周 大盘是多么的强势 在无端的往上走高 怎么会长成这样 其实小小姐 主要有两个原因吧 第一个原因呢 是来自于特朗普税改 这是最主要的原因 大家非常非常的兴奋 期待 对 然后其次呢 大家都把这个资金呢 涌向了 对于税改特别利好的公司 比如说银行板块 那银行板块在上场 同时我们还获得了 美联储继续加息 亲人的这个美联储主席 鲍威尔对加息有一个预期 所以等等的这些消息 在上一个板块之间的一个轮动 所以这才是大盘 主要上涨的一个主要原因 但是呢 在大盘冲高的过程当中 有一些恐慌性的品种 或者看空性的仓位呢 它不下跌了 这个呢 我已经有提前有仓位 在这个地方埋伏下来了 这个是我抢先其他几位老师 抢先埋伏的一笔 就怕Jason 在这个半路跳出来 在我的技术上 又放大10倍的资金 那就没有办法了 是 所以布任老师已经在我们节目上 独家透露 同时他当然已经跟我们VIP朋友 先预告了 恐慌性的这个仓位 是我们接下来 布任老师操作的一个重点 是 好 那我们最后布任老师 就是很重要 这礼拜 我们又要出差去了 又要到加拿大 这是布任老师 2017年 美股网红达人 巡回讲座的压轴 最后一场 我们办再多人多 布任老师跟我们预告一下 对 这是最后一场 那在尤其是 我们会办两场讲座 两场讲座是不同的风格 第一场呢 是有点小课性质的 交给你一些很私密的东西 那么第二场呢 会有从宏观的经济等等很多 谈更多对于股市上面的一些操作体验 总之呢 这两场如果大家都参与的话 会对你今后的操作 包括你对一些趋势性的判断 以及那些能让你报复性的品种 像如何找到下一个亚马逊 如何挖掘下一个比特币 这种操作 有一个前瞻性 相信一定不会让大家 这个失望吧 是 所以如果你是美股新手 是散户 其实我们都非常推荐 你可以两场都来参加 就是在10月2号星期六 在密西沙家的Double Tree Hilton Hotel 还有10月3号呢 我们在Richmond Hill 也就是华人区的中心哦 的喜来登的酒店 在Richmond Hill 同时两场呢 这个周末 相信能够对你帮助很大 也可以亲眼见到 Warn老师 还有Burn老师的风采 那以上就是 这礼拜的每股网红达人 我们广告回来 千万别有走开 有更精彩的节目 广告回来 欢迎继续收看CIIX美洲华人街 我是主持人Nanel 来到我们的第三单元 美股高峰会和CEO 面对面 这礼拜要和大家 面对面的CEO呢 是我们中文投资网的老朋友 我们的商业客户 Akadot AKDS 这边要跟大家分享 AKDS已经正式改名 他们变成了Sobrite Renewable Energy 他们呢 因为并购了一间公司 Sobrite 所以因此呢 在纳斯达克上面的代码 正式改变成SBRT 那现在呢 Akadot的CEO 变成了Sobrite的CEO 他这次呢 也在纽约的纽交所现场 接受我们合作媒体 进行了独家访问 他们在并购Sobrite之后呢 不仅他们的年业绩呢 创下了新高达到500万美金 同时呢 他们现在 Woma也是他们在商业物联网上面 能源节约的一个客户 业绩不断的拓展 持续的扩大 接下来他们的整个股价表现 非常令市场期待 这区别进行的 So the acquisition of Solbright was a milestone in our growth A very significant transaction for us It's part of our overall strategy to build out our service business So now we've added to our LED lighting retrofit business Now we do solar panel installations for commercial properties What was so attractive about Solbright Becides the great people that we got in our acquisition was that it's opened us up to a great customer base 所以现在我们做工货工的工具,像是河马克,例如 这始终做的起来不仅仅仅是我们战胜货币的大级货币 我们所管制的工货软品,但我们开放有获得的资料 我们签心做的是我们所管制的工货软装 我们觉得这些更多货币的工货软品 我们所管制的工货软货软 目前正在这 egyik模特,我们希望以下期明天将会与 intel·接近 componenten teklosik、伴依革谈充足, Daíns贵贵存在,我们将会提供质。 到第一季, 31周年, Você表示了5 million的收入税率 And you report revenue to 100 million Positivo cash flow Can you comment on performance during that quarter? Sure. For us, it was a great quarter Looking back on… We just completed a name change, so now we're Soulbright So looking back in Soulbright's history $5 million revenue is the best quarter that the company has ever had since its founding in 1999 So that was definitely a great milestone for us 我们很欣赏到这个商业 我们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首先 quarter 我们觉得当我们进入过去这个季年 是开始接近选年 我们开始看到这些额市增长为的 我们以计到这个业务支援 应该增长于20%年年年年 但当然是领节 它是作业的成绩其在的我们生意 那是真正的一部分我们做的 我们的 Internet of Things是爆炸的 我们已经看到这些资源的资源 我们已经看到这些货币的货币 所以我们很愉快 那$5M的最高货币的投入货币 让我们在一个很好的位置 现在我们的目的目标 是继续增长的成绩 你提到的东西的东西 我认为SoulBright也有了 这些东西的东西的东西 可以给我们一些信息的东西 我们认为是一个基础的基础 和IoT 它是一个很厉害的组织 整个社会的组织 所以我们提供了一个组织 从一个整个IoT的组织 为商工建设计 我们这年转发了 我们的第一次提供IoT 它叫做測量和评计 因此,我们的实际很大,我们可以在建设训练习的内容, 我们可以在建设训练习近平台的24%的内容。 我们将更加其他用选择, 我们将其他社会充满,我们将其他技术充满, 但现在我们现在的目标是在我们觉得是一个很区域的 我们在建设训练习的方式, 我们将它在建设训练习近几个地方, 优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优独播剧场—— 电视频转发动—— 有些优优独播剧场—— 但优优独播剧场—— 我们看到我们的服务 使用了优优独播剧场—— 然后目标是继续卖更多价格 提供我们的客户 称号就是我们华人的 美股投资教育教父 但最近变成华人美股 比特币的投资教育教父 因为王老师算是 在整个华人美股圈当中 第一位就是提倡比特币 而且你早在两年前 你就已经预估到 但是王老师也是有说 买我们中文投资网服务 送比特币 只有当时的 送那比特币价值是400 但我们现在不能再用 这个买服务送比特币 因为现在比特币 已经将近一万八千八九千 所以这个涨幅非常惊人 但王老师 已经到了一万了 一直在一万上下波动 波动 是 所以王老师很早就发现了 这个趋势 对 就是最近两天 因为两条消息吧 一个是IIS 现在进驻这个Coinbase 那么投资人就开始 有点担心 因为昨天 比特币曾经一度冲过 接近一万两千点了 然后因为这个IIS 进驻这个Coinbase 好像要所有的客户的资料 那么有些投资人就担心 IIS如果从 比如说他们在调查 2014年 2015年 在那些账号的记录 那么有些人 很多人都发财了 而没有交税 所以投资人担心说 这些人被抓出来的话 会被揪出来 会被回溯 他们过去的赚钱的记录的话 这些人必须要买这个比特币 很多人有很多担心 因为这两天 这个比特币涨得太疯狂了 所以我觉得这样跌一下 反而是很好的一件事 随后政府也要推出 像中国政府 像美国政府都在研究 加密货币 以后可能是数字货币 就是紫币可能会消失 所以大家担心 如果政府参与 比特加密货币的这种业务 或者说发行加密货币 那对比特币会有什么冲击 我个人也想了很多 现在有各种各样的币 比如说比特币又硬分插出来 各种比特币黄金 比特币现金 比特币百金 然后以太币 来特币 还有一个DASH DASH今年年初的时候才只有40块钱 今天已经涨到700多块 所以大家担心就是说 未来是不是这么多币 虚拟货币 有的分析师 像约翰麦克阿菲 他以前是做 房租软替 对 他已经把他的目标价提高到 100万美金 我 大家都认为这个比特币 未来的趋势是怎么样 我认为 未来的比特币 由于他的一个 第一家和他的自己 做得非常精良的话 我认为比特币会可能独家大 但是外面币会非常非常多 可能有5000甚至9000种币 但是最终还是比特币最好 那么我想告诉大家呢 我们的讲座日程 因为我作为比特币 人家叫我比特币投资教育之父 我不敢说我真的懂比特币多少 我只能说我是在做这个工作 我们刚才讲到多伦多 有些BBS上面骂 骂说 这个涡人王你自己发财好了 你何必告诉我们 你整天就来骗 只是传销币 可是告诉大家一起 带大家一起发财 本来就是涡人王的工作 对啊 我们本身就是投资教育 那么我想就是说 在我们周六周日 多伦多一个是 密西沙比 是吧 密西沙加 密西沙加 和Richmond Hill 这两个酒店 周六周日 大家可以加我微信 了解这个具体的地址 那么任何加我微信的朋友呢 将会得到八美金的这个比特币 刚才有位朋友 我们有位朋友说 这样的话我们公司亏大了 每次送人家来就送来就送 我说今天我还收到那家经济行 Coinbase的 因为我给大家是让大家去开户 那么经济行开了户以后 它会自动的给我十块钱 所以我送大家八块呢 如果你开了户我还送十块 但是今天我才送到一个 我其实已经送了大概 接近五六十甚至上把 对我昨天给了Android50块钱 他今天全用完了 哇塞 对他还要问我要 但是我觉得就是说 这是一个能够帮助大家了解这个比特币 首先呢 我不是搞传销的 第二比特币不是传销币 第三呢 我觉得大家一起发财 何乐而不为 是吧 为什么大家一定非要说 好像一个股神站起来说 这个股票亚马逊很牛逼 然后大家就那么感觉就是 好像吃醋似的 就说哎呀 这个为什么我让你自己行 你为什么不自己做呢 我觉得这种想法非常Chinese 对太负面 而且我说实话 今天要是我是Warren 我才不要大家赚钱 我自己赚就好 Warren是因为人好 然后他身为这样子 美股的这个教父 比特币的现在教育教父 他有这个使命感 其实Warren大可不用介绍 大家比特币的好 他可以这个比特币这样疯涨 Warren就自己赚宝宝就好 但是这是我觉得是一种工作 还有长提你对于这份工作 热爱的一个使命感 所以让你投身这个教育的这个行列 才要让更多人知道 像我也是因为Warren老师给我8块钱 然后让我注册比特币账户 然后我回家也安立我的家人 也靠大家都开账户 一起来赚这个比特币 因为毕竟这个是未来 汪老师看到的这个趋势 我们觉得的确汪老师的这个观点 非常的准 是然后欢迎大家加我微信 上次周五的凤凰卫视朋友 有加我微信 然后Richmond Hill和这个 Mishibi的周六周日 以及下周三 刚才我们同事问我是不是纽约讲座 来就送8块 我就是对 然后我们加拿大讲座 第一个内容就是让大家扫我二维码 然后呢扫完二维码呢 你告诉我电话电邮 因为美国政府需要 有的人死活就不给电话 也不给电邮 非要给我要钱 这个逻辑有点怪 因为像我们外面有一个ATM机器 那个美国政府规定 你一定要有Drive License 一定要有 这都是法规啊 对对对 怕你这个要来洗钱嘛 然后以后美国政府来找我 说你把钱转给你转给 当然18块钱不会来追究了 但是至少我知道 我转给了谁 如果我转给了这个宾拉丁就讨厌了 是是 麻烦也大家不要为难Warren 我们尊重一下法规的限制 让Warren带大家一起赚钱 那就是这个周末 星期六星期天 Warren整个周末 还有周三 周三 下周三的纽约 这个周末 我们都在加拿大多伦多 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Warren今年最后一场的 美国网红达人巡回讲座 那非常期待大家收看 本周的每周华尔街 下周我们再见 王贵士